近一段时间以来,香港发生了多次暴力示威活动,对香港社会秩序和国际声誉造成很大的破坏。 而在这些暴力活动当中,部分香港年轻人冲上街头,冲击警察,四处纵火破坏。 对此,港区全国人代代表、香港立法会议员马逢国9月2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,香港社会应该更关心年轻人的成长和教育。 今天出现这样的暴乱的情况,我觉得我接受这个说法是成年人要负更大的责任,我们没有给予他们足够的关怀,没有足够的引导,这个体现在很多方面,包括我们教育的可能有一部分的品格、品德的教育,公民的教育,或者是国民教育的缺位, 对青年人面对的一些问题,我们可能关注不够,或者是关注焦点,不聚焦,或者是错误的摆在不恰当的位置,这也是做成一种缺位。 马逢国说自己也从年轻的时候走过,经历了人生的迷糊和迷失阶段,慢慢建立起世界观和价值观。 马逢国说,一时的迷糊和迷失应当换来正确的认知,而香港成年人应该承担更大的教育和引导责任。 他特别提到,自己与三名兄弟的名字最后一个字连在一起,便是强国安邦,寄托了父亲对家国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希望。 而现在的香港年轻人对一国两制的理解有些偏差。 在马逢国看来,理解一国两制必须对一国有更准确的认识,既要强调权力,也要强调国民义务。 两制我们很强调,做得也相当充分了。 但是对一国的方面,一直我认为是有一些不够到位的。 那什么叫保家卫国呢? 我都没有国家的概念,保为什么呢? 它只能从很窄的保护个人的权力,维护个人的权力的上升到一个主导的位置。 马逢国说,希望香港社会的成年人能够担负起责任,引导年轻人端正价值观和道德观。 同时,为年轻人打造一些平台,让他们可以通过理性平和沟通,重新认知社会,重新投入社会。 二十年后,三十年后,那个世界就是他们的,社会也是他们的,他们要成为那个社会的主流嘛。 但是如何能准备好进入这个角色呢,这个就需要他们自己去努力嘛,不断去思考,不断去创新嘛。 我相信那些年轻人,如果是安静下来,脱掉口罩,回归自然,回归正常的时候,通过他跟家人,通过他跟友辈的一些交流呢,会慢慢慢慢摆正的。 更多精彩,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